教育是关乎到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个永恒话题 任何国家、民族如果离开了教育 其后果都不堪设想 正因为如此 全人类都在为教育的发展而竭尽全力 教育不仅可以使人类摆脱愚昧和粗鄙 还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知识、力量、文化和文明 创新与发展是匈牙利文化教育的代表性理念 欧洲古老的文化教育展示着他们骄傲的历史 但他们不会沉浸在过去的辉煌里 他们始终关注教育水平的提升 科技的进步与创新 匈牙利人善于利用人类智慧 通过广泛的科技、教育合作 创造出一项又一项不朽的成果 最终回馈社会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 历史久远 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亚洲 甚至中国 匈牙利在欧洲定居1100多年的时间里 取得了无数骄人的成绩 创造过惊世不朽的辉煌 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不同领域中 总是能展露头角、一鸣惊人 当我们惊喜地发现 有声电影、电脑、彩色电视机、维生素C、安全火柴、圆竹笔、魔方 这些发明均出自匈牙利人 当我们发现 匈牙利曾诞生了里斯特、巴托克、科达伊这些音乐大师 造就出裴多菲、凯尔泰斯·伊姆雷 蒙卡奇·米哈尔 维克多·瓦莎雷利 这些文学艺术巨匠史 当我们看到匈牙利培养出了普什卡石 波尔加三姐妹、霍斯祖 这些众多竞技体育的佼佼者时 当我们惊奇地发现 匈牙利人涌现出多大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时 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 匈牙利这片神奇的土地 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伟大民族 牛津大学推出一本题为《科学火星人》的专著 介绍了五位伟大的匈牙利科学家 他们分别是冯·卡门、利奥·希拉德、 尤金·维格纳、约翰·冯·诺伊曼、 爱德华·泰勒 其中冯·卡门曾经是中国科学家前学森 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导师 五人都对各自的学术领域 甚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都是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长大 上的是当地著名的中学 这些取得卓越成就的匈牙利人 与其说是上天赐予了他们鲜有的天赋 倒不如说他们都是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方接受了必要的教育 匈牙利人因爱读书而闻名 全世界无论是人均图书拥有量还是阅读量 匈牙利均名列前茅 这就是一个人口小国 文化教育强国的独特魅力 历史上的匈牙利既经过长期战乱 外敌侵略 也曾经声名显赫 强大辉煌 但匈牙利民族 在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抗争中 强壮了自己 在反复魔力和强大自我的进程中 教育成为匈牙利最有效的强心计 教育是匈牙利人毋庸置疑的强国之本 尽管匈牙利只是中东欧的一个小国 但它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的背后 屹立着匈牙利文化 科技与教育界 这个强大的集体 匈牙利从小学到大学 教育体系完善 公立义务教育体制 让每位公民受益 私立学校作为补充 也起到了良好的时宜补缺作用 匈牙利拥有众多历史悠久 积淀深厚的大学 良好的学术氛围 高水平的教学质量 充沛的教育资源 都成为匈牙利高等教育 走向国际化 和吸引更多外来学生的主要诱因 教育与历史密不可分 在匈牙利的历史进程中 曾出现过多次教育改革 这些改革与每个历史阶段 息息相关 但无论如何变化 匈牙利的教育发展 始终心火相传 成就斐然 今天的匈牙利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兼容并序 它像美丽的多脑河一样 低调的奢华 它丰厚扎实的基础教育 为科技研究与创新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匈牙利大学毕业生 以其专业基础扎实 致素良好 勤奋努力的特点 成为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 备受欢迎的群体 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 丰富的学科设置 以及在科教 文化方面取得的 瞩目成就 把匈牙利开展 国际教育合作的优势 凸显出来 其健全完善的教育体系 成熟的国际语言教学系统 相对低廉的生活学习费用 注重真才实学 而并非严苛的就学门槛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畅通欧盟的自由空间 国际认可的高等文凭 经典的历史建筑 超凡的自然景观 等等这些 都构成了匈牙利 吸引更多留学生的综合优势 匈牙利的信息技术 和局势公认的科学成就与发明 当然要归功于其优异的教育质量 当今世界上90%的电脑 使用英特尔微型处理器 这正是英特尔总裁 匈牙利移民 安德鲁格洛夫设计 科学生产和经营的产品 过去十年 包括美国微软在内的 世界知名跨国公司 纷纷在匈牙利 设立研发部门 为世界培养了 五位诺贝尔奖得主的 布达佩斯技术与京剧大学 与跨国一百强二十三家大企业 如西门子 诺基亚 奥迪 通用电器 IBM等签有合作框架协议 为世界研发高科技产品 大大增加了优秀毕业生 获得高薪和担当大公司领导的机会 匈牙利各大学国际交流 及国际语言教学起步较早 学科资源丰富 如医学方面的医疗 康复 护理 生物制药 牙医 理工信息方面的建筑 工程 软件开发设计 艺术方面的动漫 影视 以及应用艺术设计 音乐 舞蹈 在国际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和吸引力 尤其受到欧美 中东 日韩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的偏爱 人文科学 是匈牙利高等教育独具特色的学科领域 匈牙利民族 具有与生俱来的浪漫情怀 加上酷爱读书和钻研的习惯 使得匈牙利的人文科学 既有缜密严谨的思维逻辑 又具备艺术想象力 这也为他们的教育增添了更多的创造力 传统人文科学 现代广告学等专业毕业生 其从业优势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 增加了这些学科对留学生的吸引力 匈牙利目前有67所本科及本科以上院校 这些院校均被中国教育部认可 毋庸置疑 医学院校是匈牙利高等教育院校中的佼佼者 塞美尔维斯大学及塞格德大学 德布勒森大学 佩奇大学的医学院 在欧洲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其学历被广泛认可 毕业生可以参加美国 加拿大 英国 以及所有欧盟国家的医师资格考试 并申请行医资格 塞美尔维斯大学国际化程度高 吸引了来自欧洲及世界70多个 不同国家地区的留学生前来就读 是欧洲著名的医科大学 被东认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匈牙利大学 较为低廉的费用和良好成熟 具有国际先进的医疗服务水平 使匈牙利成为西欧 北欧客人牙医和美容治疗的首选地 英国 德国 瑞士 意大利 奥地利等国家的牙科患者 来匈牙利治疗早已常态化 商务和经济学 财快 金融 审计 旅游 艺术管理 酒店管理 工商管理 等专业 已经成为匈牙利各大院校 面向国际社会开辟的最受欢迎的学科 众多院校与英国 法国 荷兰等国际知名院校 素有合作交往 更是学生毕业后获得上述国家 及匈牙利两国颁发的双学历 双文凭证书 并有机会随时前往上述国家 继续学习深造 匈牙利大学在应用经济学 贸易与营销 财快 金融 旅游管理 以及人文 音乐艺术类的专业上 对中国学生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为所用 是匈牙利大学的显著特点之一 有160余年历史的BBS 即托达佩斯经济大学 是匈牙利最大 及国际商务与管理 旅游 餐饮 会计 金融 以及工商管理学院 于一身的应用型经济类大学 BBS是匈牙利唯一所 为商科学生提供了30多年 东亚语言课程的商业院校 他的目标是成为中东欧地区领先的应用型经济大学 BBS的教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挥他们的知识和专长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是匈牙利科学院的成员 国际知名组织的雇员和外交使节 BBS设有多个级别的国际合作学术课程 目前他们于近50个国家地区的17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签订了交换协议 该校与芬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有着广泛的联系 BBS与国际组织、伙伴大学合作 为学生提供全球性的实践、竞赛、夏令营、交换课程、双学位等国际合作项目 成立于1782年的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 是匈牙利建筑、机械、工程、电子信息、生物化学、自然科学等高等教育的领先机构 被称为发明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 有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之称的西奥多·冯·卡门 曾在上海留下几十状不朽建筑的著名设计师乌达克 建筑学教授、魔方的发明者鲁碧克 还有数十位科学家、发明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都是该大学的骄傲 匈牙利以绿色农业、畜牧业著称 农业、葡萄种植技术、葡萄酒制造、畜牧养殖、基因培育技术 均居世界先进水平 圣伊斯特万大学位于西西公主庄园所在地戈德勒 其学位课程涵盖了从农业与环境科学、食品工程 园艺科学到建筑工程、经济与社会科学等 众多学科领域 所具备的优势专业成为吸引国际学生就读 该校的亮点 匈牙利艺术类院校拥有广泛的国际关系 如李斯特音乐学院、匈牙利美术大学、莫霍伊纳吉艺术大学、戏剧电影大学、舞蹈学院 培养出了隐喻全球的音乐家李斯特、阿托克、科达伊 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导演、凯尔泰斯·米哈尔、萨伯·伊斯特万、英国电影业决定性人物、伦敦电影工作室创建人、科道尔·山多尔、画家莫霍伊、纳吉等国际知名人物 布达佩斯体育大学培养出近90位匈牙利奥运冠军 涵盖基建、体操、皮滑艇、现代武相、足球、射击、游泳、水球、摔跤等众多项目 该大学不仅造就了众多的奥运和世界冠军 还培养出优秀非凡的体育教练、教育工作者和体育舞蹈专家 是国际奥委会认可的教练员、裁派员培训基地 匈牙利体育运动项目发展持续强劲 与体育大学的卓越贡献逆不可分 赛格德大学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伯特·森特·吉尔基 是第一个从辣胶中分离出维生素C的生物科学家 其不朽的科研成果足以令该大学的校友引以为自豪 此外,以汽车工程、运输和电信专业学科为优势的赛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以材料、机械、地球科学工程专业突出的米什·科尔茨大学 以及考博师堡大学、多脑新城大学、IBS国际商学院 埃斯特·哈奇·卡洛伊大学、都市大学、尼莱吉哈佐大学、欧布达大学 纽曼·亚诺斯大学、潘诺尼亚大学、肖布朗大学、国家公共服务大学 安德拉西酒劳大学、埃杜图士大学、科多兰尼亚诺斯大学、 德伯勒森新教信仰大学、帕子玛尼·彼得天主教大学、 厄特沃斯·约瑟夫学院、加布尔·迪奈斯学院、 多莫利·帕尔学院、维克勒·山德尔学院、 加尔·费伦茨学院等等, 他们都为匈牙利高等教育的普及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 撑起了一片天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 具有悠久历史的胸中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今,国际间广泛交流合作 已成为各国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趋势的推动下, 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共同开发 都为造福人类社会拿出了一张又一张的成绩单 匈牙利高等教育在许多领域内都能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培训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正在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匈牙利的高等教育机构 他们对中国学生尤其持乐观欢迎的态度 匈牙利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在中东欧国家中始终走在最前列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以及其他国际合作计划 匈牙利都是欧盟国家中最坚定的支持者 目前,中国学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 匈牙利大学在诸多专业上的优势 开始把目光从西欧、北美、澳洲逐渐转移过来 随着两国经济文化的交往频繁 中国留学生数量也正在逐年增加 大家好,我是杨杨 我现在就读于匈牙利里斯特音乐学院 克达伊研究所 现在是研究生一年级再读 我也在这里度过了我的本科时光 刚刚我也提到了我是学音乐的 我觉得匈牙利是被大家所忽略的 一个音乐留学宝藏之地 因为我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大家的国民音乐教育水平都非常地高 我所学的专业是科达伊音乐教学法 科达伊是匈牙利国宝级的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 以他所命运的音乐教学法 更是被誉为世界三大音乐教学法之一 我特别喜欢这些的纯粹 还有浓厚的音乐氛围 这些老师都会尽力地帮助你的学业 然后说到音乐不得不提到的是 他们这里世界级的音乐厅Mupon 而且只要凭学生证只需500福利 也就是大概10块钱左右 你就能享受到一场世界级的音乐会 在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就拿我们学校来讲 每年都会有来自英国 美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有时候甚至还会有来自南美巴拉圭的同学 这几年我也去过一些别的欧洲国家 我发现渲染力的安全系数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里生活也十分的安心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和习惯在这里的生活 特别是作为一个从心人 每天生活不能少一点辣 来到一个盛产辣椒的国家留学 真是一大幸事 你好 我是三门维什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李信达 我是2009年来到匈牙利学习 至今已经有12个年头了 我在匈牙利三门维什医科大学 完成了本硕博的专业学习 同时2015年毕业以后 取得了匈牙利的行业执照 从2016年开始 我去德国工作的亚洲专科 还有种植专科的专业文凭 然后并于2017年和2019年获得了这两个大学的 专科专科医生行业资格 从2015年毕业以后 我就在三门维什医科大学担任亚洲科的助教 从2016年开始 我就在私人诊所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环境 担任亚洲专科医生 还有种植专科医生 一直到至今 匈牙利的一个大学有三门维什一个大学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佩奇、德霍洛森和赛格德 这集的都是匈牙利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 虽然说这个国家的知名度比较小 但是在欧洲来说 它是和欧盟的体系是完全认证的 所以说对大学的选择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三门维什医科大学 因为它是纯医科性大学 它的临床机会比其他大学都比较多一点 我们相信在两国政府 教育部门和文化教育机构的推动下 在有识知识的参与下 众凶教育合作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